在朋友圈潜水多年的一位微信好友的 关于现代音乐心得体会的分享 大家一起参考 现代音乐的学习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类似指数函数的一条曲线 刚开始肩身晦涩枯燥无趣 底层概念和定义多如牛毛 但只要坚持练下去慢慢攻克 速度会越来越快 且进步稳定 不必回头 第二条则是在曲线上曲点 连成曲线 各种机性伴奏小套路小技巧 层出不穷 且方向极富随机性 即便偶尔有几个支持点 恰巧构成前进方向 也不能掩盖强行连出一条曲线 导致完整的学习脉络和各种细节 被淹没的残酷真相 学起来很爽 见笑快 但常在夜深人静时感到迷茫 发现很多东西搞不明白 解释不清 而且不能举一反三 弹出来的味道也不正宗 不标准 存不存在第三条 在第二条基础上多补充一点 尽可能 拟合出这条完整曲线 虽然很努力 也在动脑子 也有野心 但真相 就是效率极其低下 且花费时间精力极多 和第二条 路 无本质区别 盲人磨相 瞎走弯路 音乐 艺术本质是审美的东西 所以不管你喜欢听耳歌 抖音口水歌 俗情民谣 还是摇滚金属电影舞曲 这些都没有高低贵贱和对错之分 但是音乐是音响的艺术 其本体是有维度层次的划分 当你某天野心突然开始膨胀 尝试进入专业领域 寻求更多刺激 尝试探索某种现代合成效果 从何而来 你就不得不找渠道系统学习了 就像再喜欢小学奥数 历经艰辛满怀激情 考上名牌大学 却发现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立 小学奥数系这种东西 正如高中的历史教科书讲 世界文艺发展史 除了古典音乐 唯一提到的20世纪以来的音乐描述就是 二战后美国诞生了全新的音乐形式 名字叫做爵士乐 当时爵士对我来说只是个 极其陌生的概念名字 或者说某种稀奇古怪的音响效果 居然没好奇 为什么历史书不写RMB 不写周杰伦 却写了蓝调爵士笔波谱 如何把频率音响的美开发到极致 把和弦继续高跌并加入变化隐身音 把所有调试 混到一起组织旋律激进 把正拍抽走 甚至把两个八分一幅变成三会发生什么 就这样单身了一套标准的现代和声效果和律动 并且向下兼容 适当简化 面对通俗审美和潮流 延伸出各种风格音乐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如果是普通爱好者有自己的主业和工作 奔着表演才艺或自娱自乐心态 去学习小套路小家花 那爵士乐可以一辈子都不接触 或者只有所耳闻 如果是懂点零碎之时 有一定基础 同时还偶然 接触了各种风格音乐或乐手表演片段 产生浓厚兴趣 想搞懂弄懂其中原理 那这时候就已经有点入坑的意识了 如果能意识到 绝世音乐的根源性 那么恭喜 成功跳进了坑里 揭开了答案 也就进入了现代音乐的系统 但如果没意识到其根源性 可能还是国内信息不足 大环境熏陶不足 或者审美不接受 死活不愿跳出认知偏见 那很容易进入痛苦的恶性循环 各种盲人摸象 瞎谈瞎尝试 空有一番对现代音乐的野心 又不知方向在哪 效率极其低下 正如王斌老师朋友圈和抖音天天忽悠所说 最好的学习轨迹 一定是听觉 感性上接受了这种刺激 然后产生浓厚的探索欲望 想真正了解这种效果 从何而来 然后又顺利进入根源音乐的系统 一步到位 开始理性学习练习绝试院 有在八代中发现自己听到的东西和学到的东西精准对应 听学 练拔 闭合 形成了正向循环 回到那句话 音乐本体有维度层次之分 但审美千奇百怪 无高低未见 现代音乐学习未必有想象中那么难 搞好爵士也不是说完全失去市场不能弹流行歌 恰恰是一步到位的根源音乐底层逻辑学习联系 让我们弹奏喜爱的风格音乐与通俗音乐 得心应手 随心所欲 降为大击 不过到那个时候 大概率已经深深爱上了爵士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